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血橙巧克力撻 一開始我們先做撻皮的部分 撻皮的部分會用到的材料有牛油、雞蛋、麵粉、糖霜 一開始先把雞蛋打均勻 牛油要在煮之前預先在室溫放軟 這樣會方便打發 這樣攪拌到軟身就可以了 一開始先把牛油攪拌到軟身 把牛油攪拌到軟身後就可以把糖霜倒進去 倒完之後就攪拌均勻 攪拌到奶油狀的樣子就可以放雞蛋 雞蛋不要一次過放完 分兩三次放 如果一次放太多雞蛋的話 把牛油和蛋是攪拌不均勻的 會分離的 然後攪拌到它吸收了 之後就可以再加多一點雞蛋 然後把最後的雞蛋都倒進去 這個時候已經攪拌到滑身 然後把麵粉倒進去 就可以把麵粉倒進去 麵粉要預先過篩 不要有粉粒在裡面 麵粉倒進去就攪拌均勻 一開始就輕一點 不然粉粒會彈到到處都是 到這個質地的時候 就可以用手把它插一團 但是就盡量不要拌太多 拌得越多它就會起筋 這樣就變得沒那麼好吃 就會變得硬一點 沒那麼鬆軟 拌的方式都只是把它壓一團 這樣就可以了 就不用拌麵包去拌 然後看來這裡有很多一粒粒 看來就貼不起來 但是都盡量把它黏起來 因為如果加太多水 等待會鬆弛完的話 太濕 這樣就弄不到撻皮 最後拌到這樣的時候 就可以用保鮮紙包著它 放進冰箱 冷藏它大約30分鐘左右 讓它鬆弛一下 然後讓麵粉吸收足夠的水分 所以剛才的步驟 千萬不要一開始看到 很難把它拌均勻 就在這裡加多些蛋液 或者加水耐 因為最後這個份量 但是可以拌到這樣 如果你加太多水 就會變得很黏手 之後就很難處理 包裹保鮮紙的時候 把它壓平一點 之後就放進冰箱 鬆弛30分鐘 現在就冷了半個小時 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就放進帽子裡 這次我就用了這些圈子 這個圈子的直徑7cm 高就1.5cm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模式也沒問題 一開始吧 在桌子或墊子上面 就要灑些粉給它 然後面也灑多一點粉 然後把它拌一拌 讓它軟身一點 因為剛剛在冰箱上冷藏了 它就一拌 它就很容易會裂開 先把它分開兩份 然後拌至長條形 拌至長條形之後 然後把它分成一塊塊 一塊塊大約40克左右 現在就分成40克一塊 拿個模式 底下灑些粉 然後這個就把它搓到圓形 把它壓到一塊塊 一個圓形就可以了 或者這樣一塊塊都沒問題 先壓平一點 一個圓形的大小出來 放到模式裡面 然後就像人家弄蛋撻那樣 推皮 底下一定要放些粉 要不然就很難推得動它 一邊按一邊要轉模式 如果用模式有底的 就會比較容易處理 一開始要先壓底下 底下要薄一點 不要太厚 然後到旁邊 在這個位置 都要按 因為現在就有一個弧度出來了 到它焗的時候它會脹起身 然後到這個位置 之後就放不到什麼進去 所以這個邊位都要特別去按 做直角出來 然後兩隻手是這樣 這樣去按 然後慢慢把它推上去 然後這裡就會突出來了 就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掉 沿著模式邊切掉就可以了 如果跟我一樣 用這種模式底的模式 旁邊這些位置可以這樣按一下 然後把它切一切 然後當切完了 再按一下邊 盡量不要太厚 焗的時候它會脹起身 底部會變形 最後還是放不到巧克力醬 做的時候 記得手要有麵粉 然後到最後 切完第一次 最後第二次做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要放一點 邊高一點 因為焗的時候它會收縮 會變得矮一點 所以你現在做高一點 就預防它收縮 這樣做的時候 到最後 手是有斜向入的 向內斜進去 這樣捏 然後它就會這樣的形狀 讓你的模式高一點 特別要注意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不可以太厚 太厚的它焗的時候 都會脹起的 所以主要特別要注意是 這個邊位 這個角位 還有它上面那個位 要比你原先的攤墓高一點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一個了 然後另外那個呢 都是這樣 先把它壓一壓它 先壓平一點 底部撒粉 放個帽子 在這裡 如果你是用有底部的帽 就底部不需要撒粉 然後先把它壓開 放進帽子裡 中間開始推 按中間 然後慢慢在中間推出去 之後你的手是這樣的方向 不要這樣伸直 捏下去了 因為這樣的話 這個位置很難貼著邊去做 那你用一隻手這樣去遷就那個帽子的邊 這樣就會容易把它推上去 底部要薄一點 但是不要太薄了 太薄的話 焗的時候有機會會裂開 那如果用一些大一點的帽子 那份量可能就會有改變的 那些那麼大過的那些 那你可能那個麵團就要用多少少的份量了 那我的帽子就比較小隻 就可能用40克已經很足夠了 那當推到第一次這樣高個帽子 就先把它切掉第一次 沿著邊邊去 那因為這個時候 這個位置也是比較厚的 那就可以用這個位置這樣慢慢再推上去 主要是在這個角位那裡 這個角位 然後慢慢實力實力這樣按下去 就記得手要有些粉的 如果不然就會有些粘手的 這樣就做完另一個了 都是要讓它原先的帽子高出一點 那就防止它收縮之後就變得太薄 不夠高的 其他都是這樣做的 那最重要是先按好底部 底部還沒按好 如果已經推到旁邊 那你之後就很難去處理了 因為已經按了旁邊的薄 那你中間的厚子 你這樣很難把它推開 這樣就把它推上去 這樣按下去之後就把它推 然後逐少逐少這樣推 不要一次推得太多上去 那剪的時候就盡量用把利少少的刀 如果不然的話 剪不斷的麵糰就會 把麵糰弄出來 然後弄壞 變成要由頭再捏一次 那如果覺得這樣推就比較難一點的 有另一個方法可以做的 那這個方法可以拿一大塊 那這個方法可以拿一大塊 然後把麵糰弄平 然後把麵糰弄平 弄得差不多 厚薄 這樣一塊 然後把它整個放入模子裡 放完之後就好像剛剛一樣 先把麵糰弄一壓 然後再在這個位置 再把它按貼 好 然後這個時候 就把麵糰弄出來的麵糰弄 把它翻過去 用一個滑 就這樣滑下去 然後它就整塊出來了 然後同樣要做回收邊 一樣要把它按高一點 讓你本身的麵糰弄得輕微一點 就視乎你自己想用哪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會相對簡單一點 但是每一次就多了些麵糰弄出來 那你再用的話 你可能又要拆在裡面 你拆得越多次它的根性就越厲害 那效果始終都沒有那麼好的 不過就剛剛開始的話 這個方法就會容易控制一點點 那同樣就不要弄那麼厚 它那個皮焗的時候會有一點發脹 把保鮮紙放進冰箱中 15分鐘到20分鐘 這個攤子就放進冰箱中 放進冰箱中 放進冰箱中 大約10到15分鐘之後 就拿出來攤一下它 因為冰箱會比較冷 攤它4-5分鐘左右 每一個攤子放進牛油紙 然後就放進冰箱邊 防止它焗的時候 這些位置的底部和側面膨脹 或者沒有這些可以用豆或米都沒問題 這個主要是壓住它 就要用一些比較重一點的東西 就特別要注意邊位 就是這些邊位 就要壓到的 因為放進牛油紙內 它有機會拱起的位置 它焗的時候就會繼續膨脹 有些人就會用叉子去開箱 但是開箱之後 很多時候它會繼續膨脹 會發起了 所以最穩定的是 用這些東西壓住它 因為如果它膨脹了 它皮就沒用了 放不到餡料進去 這些baking bean 一般來說在烘焙店 都會買到的 烘焙用品的店 如果真的找不到 就用紅豆 米也可以 做好之後 就放入預熱的焗爐裡 是175度的 現在就放進焗爐的中層 如果是家用焗爐的話 空間比較小 用165度的火會比較好 焗10-15分鐘 炸到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炸了15分鐘之後 就把豆子拿走 然後再放進焗爐裡 再炸5分鐘 這炸殼已經出爐了 全程焗了接近20分鐘 看到這些位置 它有點不太貼 邊位的 不太貼 好像有點脹 如果沒有用焗爐邊去壓著它 這些位置就會脹得更厲害 所以那些豆就要壓著它 不要讓它脹起來 這個時候就等它放冷 之後就可以放一些 朱古力餡料 餡料材料方面 就會用到朱古力 這次我用了70%的朱古力 用牛油 無鹽牛油 然後用一些 Corn syrup 沒有的話用蜜糖也沒什麼問題 另外用到Creme 還有Rum酒 這個就是朱古力餡料的部分 等一會還會切多一個血鏟 一開始的時候 就先把忌廉倒進去 這個淡忌廉來的 先倒進鍋裡 倒完之後 還有一些Corn syrup也倒進去 那份量就很少 加這個就可以讓它 令到它的朱古力會亮一點 還有保濕能力會好一點 加完下去之後 再加一點鹽 很少就可以了 那時候就準備一些朱古力了 朱古力就把它弄碎 不要太大塊 小顆它就溶得比較快一點 要不然就沒那麼容易溶 還有如果不喜歡這麼濃的朱古力 可以用一些低濃度的朱古力 也沒問題 那忌廉就把它煮沸 煮沸完就把朱古力倒進去 當它煮沸的時候就關火了 就不要長時間滾著它 然後把朱古力倒進去 然後就不要馬上攪拌 讓它浸一分鐘才攪拌 讓朱古力吸收了熱力 這樣就溶得會好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斷攪拌它 它就熱力流失得太快 這樣就溶不到朱古力 等了一分鐘之後 把它攪拌均勻 看到朱古力已經慢慢開始溶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牛油倒進去 牛油完全溶化之後 就可以放在一邊 先切鑽 現在就放在一邊 讓它冷多一點 現在就先切鑽 這隻是血鑽 如果買不到這隻 用普通鑽也可以 先去皮 去皮 第一刀切完這個 跟著這個位置就跟著它 看著邊切下去 去皮之後就把肉切出來 每桂和每桂之間 白色的地方就切下去 斜刀落 這樣就整塊肉起了出來 這樣就全部已經切出來了 把它切細塊一點 切完之後就可以開始組裝 拿剛才煮的朱古力醬 現在就放少許乳酒 如果不想吃酒的 就可以不放乳酒 但放了就會比較好吃 會多了一層乳酒的香味 那朱古力是比較夾的 但酒就不可以很熱的時候放 因為會揮發了 那朱古力醬就做好了 大約是三十多度 你的手摸下去不會辣手的 微暖 因為如果太冷 它就變得不滑 它就變得不滑 那你也很難倒下去 到組裝了 那一開始先放少許朱古力醬 因為橙是比較濕的 會弄軟的撻皮 所以就先放少許朱古力醬 加一加 放了一層之後 就可以放些橙 或者不放橙 可以放士多啤梨 或者其他水果都OK 因為血橙就會比較特別 味道都好吃一點 對比普通的橙 放完下去就輕輕握一握它 因為打算倒朱古力醬 有機會把它推動了 如果它黏得不夠 或者如果有擠袋 可以用擠袋擠下去 就會比較容易控制 那這個時候 倒完了 就拿一把拌刀 拌平它 或者輕輕握一握它 它都可以弄平的 那這個時候 表面不夠平滑 可以放一放進焗爐 這樣它因為有熱力 就可以幫它溶掉朱古力 這樣就會平滑一些 但是放進去就不要放太久了 焗爐就要預熱了 或者本身焗撻的時候 還有些余溫都OK的 放進去可能一分鐘兩分鐘 這樣就要拿出來 那這個就是放進焗爐 那這個面就溶了 比起剛才會平滑了一點 那現在呢 就把它放進雪櫃 冷藏它 那雪的時候 記得就不要蓋保鮮紙住了 因為它現在還未定型 那雪完之後呢 就可以拿出來做裝飾了 那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裝飾 那這次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 拜拜 我選擇你 對著氏